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次掌聲歡迎 謝耀輝 Roger 易如 本橋 請大家入座 好 大家現在幫我看一下時間幾點啦 謝謝 11點50 我們今天早上的活動是在12點50結束 所以我們一小時的時間可以讓各位唱所欲言 那剛才韻智 韻智也用他的故事 用倒序法的方式 讓你看到他從LINE到中年事業到NHN 到之前更早IBM 所以他為今天這個題目做了一個很另類的詮釋 也許我們今天在做的不是為青年尋路 因為那路並不在那邊讓你尋的 而是為青年鋪路 就像韻智一樣 他用每一個階段的工作 為自己未來鋪了一條路 好 我們接下來要聽聽各位的互動 剛才那個王華的牌子借我一下 這個王華不用坐在上面了 我希望待會邀請現場的朋友坐在上面 我一開始不是說嗎 今天這個活動是你們的 所以本來那個王華我把它拿掉了 好 我現在在上面寫什麼呢 寫個青年好了 待會寫個青年 待會你想要發言跟我們五位互動的 我們就讓你坐在青年的這個位置 好 我請工作人員幫我把這個牌子擺一下 然後我現在現場聽幾位青年朋友們的問題好不好 然後我們讓五位自己來選擇要回答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先從後面開始 我知道坐在後面的朋友通常比較吃虧 那我也希望你們能夠加入我們前面的討論之中 後面這邊來看一下攝影機在那邊 然後先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把你的問題說出來 我們聽了幾個問題之後 我們一併回答 好 來 不好意思 我是小姐 對不起 對不起 他說我是小姐 這樣幫大家暖場還不錯 好 謝謝 好 你看我是不是跟陶韻志一樣 年紀大了不僅記性不好眼睛也不好這樣 其實我想要先問的是謝先生跟蔡先生 好 先自我介紹您的大名是 我姓孫 我叫孫佩佩 佩佩 你現在在念書嗎還是 我現在是時間大學的研究所學生 你念什麼科系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好 佩佩 對 剛才聽了幾位講者的分享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分享或是問題 想要再來跟他們互動的 我想要提的是問題 是 請說 就像謝先生跟宅先生 他們現在在創業的過程 已經到了一個收成的時候 但他中間在執行的過程 有沒有動搖過 他的商業模式或是各方面的 會不會因為初期沒有獲利 然後開始不相信自己 然後開始動搖 覺得說是不是走錯路了 那他怎麼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或是 對 我想要了解的是這個部分 很棒 就是在創業或是在巡路的過程中 是否曾經有過動搖 好 這個問題我們先擺在桌上 待會我們聽了幾個問題之後 一併來回答好不好 好 這邊的呢 這邊後面的朋友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的話我往前面走 好 這邊有沒有 你好 你好 我叫陳奕榮 奕榮 你現在是在 我在陳大念光電系 光電是不是 對 好棒 你剛才聽到幾位創業界 也是科技創業界的經驗 對 你將來也是想走這條路嗎 但是我會想要用這樣子的技能 去做社會關懷的部分 嗯 就是用這樣子的技能 去做社會關懷的部分 你想要做社會關懷的部分 就跟剛才何杰講的一樣 對 好 那妳的問題是 就是我想要請問耀輝 對 就是 就是聽說妳之前有在鴻海 就是工作過 然後之後也到中國去投資 然後開公司這樣 那我想要請問的就是 就讓妳將下決 就是下定決心走出舒適圈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 嗯 鴻海她 感覺大家都很想要去那邊 可是為什麼會想要 是怎麼樣動機 讓妳想要出來創業的 是 那為什麼會想要離開台灣到工作 另外一個生活圈去開公司 因為她到了北京 對 好 我想要了解這一份 好棒 好 這是另外一個好問題 我可不可以邀請妳到台上來 跟我們一起坐 好 來來來 我們掌聲給這位同學鼓勵一下 好 這兩個問題其實都適用於在場的每一位貴賓 好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在巡路過程中的猶豫 好 退縮 請坐 以及不安 以及轉變 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怎麼樣離開舒適圈 比如說像鴻海 比如說像運智 你的IBM 好 比如說像本橋 你的台大電 好 這兩個問題我想請大家都來分享一下好嗎 好 耀輝就先請妳開始好了 從舒適圈這個問題來開始著手 喂 好 我再為各位開路 這個 第一個同學問到的是 這個是否有動搖 那我相信肯定是 只要是創業過的人 肯定會動搖 我們有沒有那麼的順利 一直這四年這五年一直做下來 其實看到的都是 因為我們會出來講的都是講 我們自己多麼有先知著見 多麼有規劃性的去把這個東西做完 但實際上 中間的這些事件跟這個突發的情況 是完全我根本沒有辦法事先預知的 我覺得唯一沒有辦法動搖的就是 我相信我做這個事業 從一開始一直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變過的那份心 其實是沒有變的 但其他在做的東西 其實我最先做的東西 其實不是跟活動通相關的東西 但是它有一點點相關 就是說現在講的PIVIT這個東西 我們最早做的東西是 做電子票券的一個驗票的東西 我希望提供給大公司 來整合我的服務來做 這個就是解決掉這個紙本票券運送 我要宅配的這些東西 但是後來呢 就是大公司完全都不採用 因為他覺得你兩個人寫出來的系統 怎麼可能有我IT系統 這麼多人寫出來的完整呢 你這個東西可不可靠 萬一壞掉了以後 我找你這兩個人來負責嗎 所以他就會變成說 他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些抗拒 所以這個東西在我們前第一年 跟第二年的時候 遭受到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找說 我們一開始定義的客戶的時候 其實他根本就是 我根本不把應你的東西 即便你講的天花亂罪 你多好 我多想給你年輕人一個機會 那個時候我才28歲 工作三年的時間 他們都覺得你還太嫩 所以那個時候的話 遭遇比較大的挫折在這邊 中間其實我們有一段時間 非常的開心 非常開心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如果找這個客戶找不到 那我們就想到我們找Angel 我們找VC OK 然後這一段找這個VC 跟找錢的過程中 對我來講經驗也非常好 就是台灣的VC 基本上我們也找過了一輪 然後大部分人都被打 大部分都是被打槍的過程 所以這一段過程 不管是我做找客戶 找這個VC 都同樣的遇到了一樣的一個困難 中間其實比較大會想放棄的 應該是在工作 應該是在創業的第三年 那是一個門檻 前幾期其實第一年是最快樂的 第一年反正你什麼都不懂 然後你大家很熱情 燃燒你的熱血 燃燒你的體力 到第三年呢 你體力開始不行了 因為你撐了錢 對 通常會體力但不太行 所以這一段過程中 我覺得其實我們沒有那麼的順遂 去直接去達到這個東西 包含中間我們其實有拿了一些 一段Angel的一個錢 那當Angel的錢 自己的錢都快燒完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只有 只有你在這個 你的夥伴 夥伴之間的支持 就是夥伴說 這個東西要不要繼續下去 我們頭都洗了 要不要把它洗完 這一段過程我覺得是 很關鍵的時刻 我們那個時候甚至 自己都想要再去貸款 找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相信這個東西 一定會有一個需求 只差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候的話 可能手機還沒那種補片 然後我們等到了這個時間點 現在大家慢慢能接受這個東西服務 對 所以我覺得 只有靠著這個東西 去堅持到你相信那個東西 時間點到了 這個東西可以完成 那會外界有各種壓力 會逼你去做一些 猶豫或做一些轉移 那這一點也謝謝你分享 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當你已經得到了 天使投資人的錢之後 頭已經洗下去之後 其實你不得不繼續的走下去 所以有時候走下去的原因 也不是別的 就是因為偷已經洗了 情勢所逼 而且你負擔 你要負擔大家別人家庭 我們初期的時候 我們是拿自己的錢 然後我們付錢 給我們加入的人 因為我們加入的人 他有家庭 所以我們想說 如果一個人 他家裡要付他父母 還有他已經有小孩了 那如果有兩個人 三個人 我們負擔的是十幾個人 所以我們再怎麼樣 自己可能省事兼用 但是要給別人 這也是一份責任了 好 我們現在有兩個問題 我想聽聽其他幾位講者的分享 第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就是說 怎麼樣離開舒適區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在這過程中之間的 猶豫啊 不決啊 搖擺 各位的心路歷程怎麼樣 來 本喬請 這個猶豫搖擺當然是會有 因為你去看你創業的過程 你有沒有辦法保證一定成功 當然沒有 那事實上就在VC 他們也是一天到晚問這個問題 你怎麼能保證你成功 我說我能保證成功 我找你幹嘛 對不對 然後甚至有那種 VC問說 有沒有這個保證買回條款 就是說不賺錢的話 你要幫我錢還我 同樣 那我找你幹嘛 對不對 今天VC 你的VVenture到底在哪裡呢 那所以其實前幾天 有另外一朋友講得很對 他是說 Venture Capital 其實它不是好心來提供資金給你的 它是來放高利貸給你的 而且這高利貸不是5% 10% 20% 50% 它要求的回報是50倍 100倍 只不過呢 你萬一把錢虧掉 它不會找黑道來殺你就是了 那這是真正VC的本質 是這樣子 所以呢 能不找就不找 這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那 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找了 它要幫你成功 並不是把錢給你而已 是它要幫你去打開銷路 幫你提供市場資訊等等 所以你要找的 不是只是要給你錢的 而是能夠對你事業真正有幫助的投資人 那 那 剛才你也講到就是說 是要建立一個生態系 你的上下游這些 那你要找的投資反而是這些 跟你休憩相關的 它才會願意幫你把生意做好 而不是整天盯著你說你的KPI要怎麼算 那動搖的話呢 每次就是說 碰到困難 動搖的問題是剛才這位同學問 我想也要他上來 坐在這邊 因為今天他們才是主角 那這樣子的話 每一位發問的朋友 有機會跟我們貴賓有一個對談的可能 而不是只是在被動的聽他們講 好 我們請這位小姐坐在台上 來 那不管碰到什麼問題 只要有問題 你一定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當初就不該做什麼什麼 可是這樣想對自己是沒有幫助的 那要想的是怎麼解決未來的問題 那 當你懷疑自己的時候 你要想好 就像剛剛講回到初中 就是說我當初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 我 為什麼離開這個舒適圈 說實在 我以為你剛剛要講Google 因為台大說實在不是什麼舒適圈 哈哈 當然並不是他不好 是說在那邊真的是花了很多努力 然後要克服很多困難 因為大企業裡面一定有這些困難的 並不是台大不好 而是所有大企業都一樣 大企業裡面都要克服這些困難 所以說實在像你離開紅海 我也不覺得你會是離開舒適圈 對不對 哈哈 對 那 但是呢重點是說 我往前看20年之後 我回頭來看 我會後悔說 我這個時候 做了這樣決定 然後導致了什麼樣的損失 還是說我會後悔 20年前有這麼一個機會 我沒有去抓住他 我放過了 我乖乖待在那裡 然後繼續賺我的薪水 那 所以你要 怎麼去看 你現在是不是該放棄你現有的環境 你從這一點來看 這個環境裡面 是不是還有很多 我可以學的東西還沒學到 我可以獲取的資源 不管是長官的賞識 客戶的這個網路 人脈這些 我是不是還有很多資源 我可以拿的沒有拿到 那 那這就是我放棄他 所造成的損失 而我目前看到的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到底有多大 我一再強調 剛剛一再強調就是 你的 business opportunity business model 造成的opportunity 到底有多大 而我放棄了他的話 我20年後悔 會不會後悔說 我當初沒做這件事 像我現在看 1993年暑假 李安在拍喜宴在紐約 因為他的副導 李良山是那邊台灣同學會長 所以跟同學都很熟 所以喜宴那場酒席裡面 看到全部都是我們同學 去當臨時演員 可是我沒去 我那年暑假我在 IBM 打工 在 IBM TJ Watson 那現在看一看 我的選擇上面 我到底獲得了什麼 失去了什麼 我得到的是 IBM大公司裡面 這些制度我學到 然後他的裡面 這些大師的這些技能 我學到 他這些認識的人 我建立起來 那我失去的是什麼呢 如果那時候 也去拍喜宴 趙文軒現在哪裡去了 好像 那我損失好像沒有很大 好 OK 那 所以 你就是看一下 你的環境裡面 是不是還有你沒有把握到 你不要一天到晚光想說 那個東西很好 我要去做它 然後就把 就是說你只有 那件事做或不做的選擇 而是說你現有的環境裡面 是不是還有很多 你可以吸收的養分 你的根沒有生出去 把它吸進來 充實你自己 讓你自己 將來移植到這個新的樹木上面的時候 能夠開花結果更漂亮 所以我想 要考慮的是這一點 好 剛才兩位的問題 我們有兩位貴賓做了一些回答 好 現場的朋友 或是兩位坐在台上的青年朋友 有沒有要追問 要進一步對話的 如果 好 請 直接拿麥克風 你現在是主人了 請說 不好意思 喂 感謝兩位這樣子的回答 其實我本身是文創業者 對 那 我覺得 喔 你在靠近一點 不好意思 就是 我覺得台灣的文創業者 大部分都是屬於 物質生活很缺乏 可是精神生活非常飽滿的狀態 那我相信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因為 我們在尋夢的過程 我們的商業模式是出了問題的 我們不懂得怎麼去賺錢 可是我們懂得怎麼賺到更多的精神生活 那 我不知道說兩位有沒有 或是在場的每一位講者 有沒有對這件事情 可以給台灣的文創業者 一些更好的建議 我們在精神生活之外 其實也是要養爸媽 養小孩 也要餵飽自己 可是我們很想要了解說 怎麼再幫助自己 不管是 找新的夥伴 不同領域的做結合 或是其他部分 怎麼去補牆 怎麼去看到那些不一樣的東西 而不是只是在做一些小小的東西 然後希望他可以養父母 養小孩 然後還可以走到那麼遠的路 這個問題我想 可能易如來回答的最適合 不過據我所知 其實從事文創 不只是物質生活很缺乏 有時候精神生活也滿缺乏的 來 易如請 說真的要成為一個文創類的或藝術類的 像我在高中 我念高雄女中 然後當初決定要想要考培育大的時候 也是會聽到很多聲音啊 譬如說老師或家長 一定會覺得 這個會餓死啦 怎樣的啦 就覺得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去考個 清大 正大 台大什麼的 那我覺得當然回歸到 就像我左邊這位 右邊 右邊這位那個 非常優秀的諧星說的 他真的非常可愛 就是重要的是我想要什麼 我喜歡什麼 這個東西才會支持你走最久 那說真的 不管是各個領域 好 很成功的 或說以前什麼國父的例子等等的 大家從很多例子都知道 過程中的挫折跟失敗是必然的 那也就是說 不管你選擇哪一條路 就算是他們覺得發展得很好的路 或他們覺得可能發展不好的路 其實每一條路都一定會遇到挫折跟困難 這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 那你遇到挫折 你也才會更願意去 去解決去面對嘛 那我覺得呢 身為藝術的工作者 其實你講的沒錯 的確在文創類的這些人呢 其實有時候在物質生活 是真的比較結局的 就像我身邊有一些表演工作者 他們可能是就專門只做劇場 那如果只做單一個的話 說真的 我身邊也有很多是很辛苦的 甚至有一餐沒一餐的 或真的要過得極簡單 但是呢 那我個人的做法 我個人的做法是呢 我會用不同的東西去平衡 譬如說好 我劇場 或藝術的或公益的 或甚至街頭表演的 他也不是什麼賺到什麼錢 可是他帶給我很豐富的 的精神 精神生活或精神上的感受 那同時 對啊 爸媽也是要養 生活也是要顧房租 台北也很貴啊 所以當然也要做一些 是結合商業的 所以譬如說 我也做很多活動的編導 或者是我也有主持一些記者會 或什麼的就是等於說 那這些東西 我一樣可以放入我的一些idea 一些我的藝術的想法 或理念 或我覺得可以透過不同的表演方式 去傳達一些正面能量 他一樣可以做一個結合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多東西是 你要把它想得很窄 還是你可以把它想得更寬 像如果好 回到我的初衷 我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 我想要傳達的是正能量 那其實這個東西 它不只是演舞台劇 好 我一樣可以透過其他的 包括幫一些企業規劃一些 他們的活動的內容 然後去呈現 可以幫助他們 也可以幫助到我 我覺得可以造成一種雙贏的 透過你的能量 那所以我相信文創界也一樣 其實也需要結合一些 不管是商業或其他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然後去打開更多條線 好棒 所以一如這是你的商業模式 本橋要補充請 我是說 其實你說這個物質生活非常匱乏的人 不只是文創業 科技業也很多 真的嗎 我們常講科技新貴 科技新貴 科技也很匱乏 那是會做生意的人 那個不一定是科技 會做科技的人 我舉一個例子 Richard Stallman 大家聽過Linux作業系統的人舉手 來不少 Linux作業系統 Kernel是Linux Tovo寫的 但是他讓他真正能用的這些 都是Gnu這個組織做出來的 那Gnu的創始人是誰 Richard Stallman Richard Stallman 他很窮 他做Open Source的東西是不賺錢的 那基本上等於是這個 軟體界的文創 這樣子 那他說了一段話 他說 因為我的生活過得很簡單 我有心靈上的滿足 我不需要那麼多錢 所以他可以勇敢的追求 他心靈上的滿足 他可以堅持說軟體不要錢 這件事情 從某個角度來看 這也是一種文創 而且還有就是說 我在美國的經驗 我在紐約住了一陣子 紐約很多餐廳裡面的 Waiter Waitress 其實都是演員 他們在等待機會 他們在一面 Wait the Table 然後一面服侍這些客人 一面培養他自己 對人群的觀察 他自己的表演能力 那其中有很多都是老師 告訴他你不應該表演的 那可是呢 他沒有關係 我先找一個工作養活自己 那最近更有名的例子 大家可能都聽過李安嘛 對不對 他在家裡待了多少年 靠他老婆養他 但他運氣好老婆做生技業 那工作的薪水還可以養活得了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因為你選擇追求這一條路 這是你想做的東西 那你有可能需要做一些其他的犧牲 是 即使做科技業賺錢的人 我還沒賺錢的時候 我不應該只我自己 其實做科技業賺錢的人 有時候你犧牲的是另外一方面 可能是 剛才 剛剛你講的 你看有沒有 講到賺錢大家都不承認 今天國稅局在現場是不是 對 你坐在電話前面等著那個生意來 你是要去求客戶的 那我昨天在臉書上寫了一個例子 就是我當年 有廠商招待去喝花酒那種 去唱卡OK 他本來說唱卡OK 我說好啊 我喜歡唱來吧 就一到那邊就是那種脫衣陪酒的 然後我想 沒關係 我這個人是隨遇而安 但是我就叫他不要脫就是 哪個玉啊 隨遇而安 對 我就叫那個公主不要脫就是啊 我們來聊聊看 你 你的職業 你都在做些什麼 你的business model是什麼 沒有 就是 哇 我好奇 那個傳播妹的business model是什麼 然後呢 然後 結果聊了一會兒之後 他就說 欸 你都不會看不起我們做這一行的人嗎 是 我說小姐 所有出來混的人都是在賣 只是看你賣什麼 怎麼賣 您說謝奧輝其實也是在做這一行 好 那 今天 你做這一行 你有沒有想過 你怎麼賺大錢 大家很多人可能聽過華爾街插協同理論 或者是看那個 那部叫什麼 My Secret Garden 不是Sabrina Sabrina裡面 那個 大富翁的司機 每天就聽大富翁的對話 就知道要買什麼股票賣什麼股票 我說你今天在這邊來了一堆大老闆 他們在那邊談生意 然後你可以聽到很多資訊 然後你以為內心消息只有他們有嗎 你也有啊 只是看你知不知道怎麼運用 所以今天說並哪個股市紅人 當年就是碰到那一位 我不知道 但是 基本上任何環境裡面都有很多機會可以掌握 但是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那 這個準備並不是你看到說什麼東西很紅 所以我去準備它 我去學什麼東西 我去調查什麼 我去做那個產品 那時候就太晚了 因為很紅的東西一定輪不到你賺錢 是 所以 你是平常就要充實自己 生活中的所有的機會隨時把握 你現在學東西很簡單都不要錢 你去看Wikipedia 你去網路上open course一堆 這些都是你可以充實自己的方法 你不一定要看說 我現在就是一定要做某一個business我才去學 就是龐征博引 你看一個東西不要光看這個題目 把相關題目全部看完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充分準備你自己 那不只是科技 你要做文創的時候 你也是要觀察人類的活動 你才能夠表達出觸動別人心靈的東西 那同樣的 等到碰到那個機會的時候 你就能掌握 是 所以本橋剛才分享了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關於物質跟精神 我們必須要 把人生當做一個企業來經營 大家知道企業經營 你一定要把成本跟營收去做一個平衡 那如果說 今天你做一個個人 你的營收有限 就是說你的收入有限的話 那同樣的你的花費 就要有所節制 那如果你不能節制 你就喜歡吃好的穿好的 那可能你就得想辦法 去找到更多的營收 去找到一個能賺更多錢的方法 那第二個還是呼應本橋 一開始在演講之後 講到就是說 人家為什麼要把錢掏給你 因為你有一個好的business model 那你好的商業模式怎麼來的 來自於你對市場 對於顧客的了解 那這一點是 本橋鼓勵我們 在每一個場合之中 去培養你對市場跟顧客的了解 當機會來敲門 你才可能得到 那我們也謝謝本橋這個階段的分享 我們謝謝這兩位年輕的同學 好嗎 謝謝 然後請兩位先回座休息 我再來 好這位男同學 我請你直接上台 好不好 後面這位男同學 請兩位直接上台 來這位男生 您坐那邊那個位置 然後這位 來你坐這邊這個位置 好 我先請這個 穿著藍色T恤的這位同學 先自我介紹一下 分享 大家好 我是 我叫彭成 然後我今年 就讀中山大學 中山還中央 中山在高雄西德灣 那你也遠道而來 好 來請坐請坐 兩位請坐 把這當自己家客廳 當然這是郭台銘家客廳 好 來來來 剛才聽了 我們五位講者的分享 有沒有什麼感想 或想接著跟他們互動 哪一些內容 是就是 我剛才在台下聽 我有蠻多的想法 那首先我想要請問 Roger哥就是 他剛才講到說 你叫他什麼 Roger哥哥啊 就是 通常你在 面對 抉擇的時候 什麼是你 判斷的 價值 價值 價值管 然後 再來我想要問一下 運智 運智老師 就是 就是你通常是 怎麼樣去 鼓勵自己 就 如果說 不像 不像你一樣 這麼有幽默感的話 還有 有辦法像 你一樣善於 激勵自己嗎 然後再來是 等一下等一下 Roger哥哥的我聽清楚了 就是說 他是怎麼樣 這個 面對 他怎麼會培養他的幽默感 不是 是怎麼樣激勵自己 怎麼樣激勵自己 你怎麼知道他會激勵自己 他搞不好非常沮喪 好 我們先把這兩個問題放在桌上 然後待會我們請兩位回答一下 我們也請這位同學 也先把你的問題提出來 這位同學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我剛才問說 有哪幾位是去年來 今年也來的 他是舉手的其中之一 先跟我們分享一下去年的感覺 為什麼今年會想再來呢 這一年你巡錄的歷程怎麼樣 你的名字叫做 邱何欣 來靠近麥克風一點 你的名字叫做 邱何欣 何欣 你的現在念幾年級哪一個學校 我現在是高中生 哇 來掌聲鼓勵一下 高幾了 高二了 哇 你去年高一就來了 今年高二就來了 哇 你幹嘛這麼早這麼有為啊 你想競選總統是不是 你不能在家打打電話玩玩Line嗎 好 為什麼今年還想再來呢 因為想在就是 就是用 就是 去分享一些我想要 就是 一些問題就是 是 就是 年輕人的問題 年輕人的問題 所以才試著去在這個地方 去幫所有人一起發文 那去年來了 聽了那麼多講著講完 這一年對你的人生有啟發嗎 有幫助嗎 小心毀的喔 怕你年輕不懂事 講錯話 被錄下來 其實有一點幫助就是 有一點幫助齁 就是在 我們會把一點那兩個字給剪掉 面對未來的時候其實 就是會想繼續走下去 就是不管 哭了幾次 跌倒幾次 還是想再拍戲啦 因為 想說 其實 就是 未來的路還很長 還有 人生還有70年 他就 我真羨慕你能講這句話 好 你的問題是 好就是 呃 我想問就是 呃 很大很大的恐懼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你 你 不會遇到多大的傷害 但是 你還是無法克服 那心中強大的恐懼 因為 那就是一個 像高 像巨高症那種情況 就是 當我們遇到 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到底去如何 跨越這個障礙 嗯 好 你剛才講狗的時候 我還想 這是什麼 腦筋急轉彎 微軟的面試的題目 是不是 竟敢拿這個題目 來問窄本橋 好 原來這是一個 跟恐懼有關的題目 好 我們現在台上有三個問題 我想 呃 請韻智跟Roger先回答 我們剛才這位同學的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回答 狗跟恐懼的問題 好 好 韻智跟Roger 剪刀石頭布 韻智出布 那Roger出石頭 所以Roger 要先回答 很高興我們現場的新智年齡 又降了15歲 現在我們大家都有70年 還可以晃 對 呃 首先先謝謝你的問題 對 然後 對 叫我Roger就好 不用Roger哥 我覺得我應該年紀沒有差 你今年幾歲 21號 我們差3歲 所以還算 還算 還算蠻近的 你們不要再炫耀你們年齡 聽起來很煩的 對 我覺得其實你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剛剛其實最近也才 對 我常常其實有幾個我非常要好的朋友過來 他們都知道我其實最近才剛做一個很重大的抉擇 我還沒要結婚所以不是這個抉擇 對 是 我最近其實在前段陣子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 有一個機會 是一個工作機會 然後找上我 然後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但我那時候就在做一個抉擇 有一間公司它是全球目前最大的專門focus 在做這個professional network 就是那種 有點像臉書 但是它是for工作人士 他是一個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公司 他剛要進中國 對 那他在進中國的時候 他找了 他必須要去找一個人去幫他們去拓展這個市場 加入他們很強的一個sales team 那我拿到這個工作offer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exciting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是他們亞海地域第一個台灣人 這個基本上在美國也很少台灣人在這間公司裡面 我當然非常非常的 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 我不敢說痛苦 但我覺得是一個很tough的決定 因為我現在的公司也是同樣正在 套劇那個Sunderbird John 它現在是一個rocket 準備要起飛 但是這間公司 它同時也準備要在中國去起飛 所以我遇到一個很大的這個問題 我到底怎麼樣 是我覺得 我覺得每天晚上真的睡不太 睡不太早 然後我 我跟了我所有我能夠聊的朋友都聊了 然後長輩都聊了 然後長輩都聊了 但是我後來我做的抉擇 就是我留在我現在的公司 對 那我想跟你講幾個我當時考慮過 因為你剛才是說做抉擇 我考慮過了什麼點 我覺得 I need and all day 還是我非常同意剛剛幾個前輩們的分享 就是 到底你想要是什麼 OK 你今天你進一間公司 你到底是因為 它這個名氣大 所以你想要進去 你想要 be part of them 還是說你真的是非常想要 在這間公司工作 然後你 believe 他們做的事情 OK 那 第二個部分是說 我覺得 always 要 think long term 就是 不要只有 因為短期你看到了這個 這個效益 或者說你可能短期 遇到很大的 depression 因為我當時會覺得 是因為我其實在 我工作上有遇到一些挑戰 因為我是我們公司 第一個 hire進來 負責去拓展大陸市場 我是一個才剛逼 我去 我那時候加入的時候才22歲 22歲 我就被我們公司要放到大陸 去跟大陸最大公司的老闆 坐在 meeting room 裡面跟他講說 你要用我們家的服務 而且我們家的服務 貴得嚇死人 然後它是全球最新穎的東西 超級難 那我在這兩天當中 我遇到非常非常 depression 我真的是 每天就是要打電話 然後給那些老闆 然後飛去他們那邊跟他講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那時候遇到一些挑戰 有很多的命令不順利 所以剛好遇到這個機會 我覺得 哇賽 這不是 這叫什麼 就是那個忽然有一個 就是乾旱很久 下了一場雨 的那種感覺 有個這麼好的公司 然後帶著那麼強的 業務發言團隊 邀請你加入 那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嗎 可是我後來想很久 我真的差一點 就要過去了 我後來就覺得說 等一下 我先想一件事情 我現在是不是因為 我短期遇到這個挑戰 我因為想要 變得舒服一點 我不用那麼累 所以我去了那間公司 還是說我發現說 這間公司已經不是我想要 但其實 最後回答我自己 其實我還是非常相信 我們這間公司 在整個全世界 還有中國的發展 只是因為短期 我遇到了一些挑戰 但我就 就是說 覺得說我就 不要去 因為這個 然後我就移動 我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Indianno Day 到底你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說 不要因為短期 遇到挑戰 跟你看到的效益 就去做這個抉擇 但是我最後還是要講 不是因為那間公司不好 那間公司超好 它非常非常promising 但是 我覺得同時 我覺得我現在工作 也非常的 有這個挑戰度 而且公司給我很大的 一個resource 對 那 我覺得僅供參考 就是 always think long-term 然後think what you want 所以Roger非常非常親切 與個人的故事 我也謝謝你這麼慷慨 願意用自己 這麼切身的經驗 來跟這同學分享 不如就用他的問題 來問你好了 你要的是什麼 他剛才問你 這樣一個直接的問題 一個21歲的年輕人 會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 也許你的回答 可以作為我們今天 台灣21歲年輕人的代表 你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 就像第一個 我覺得像 孕智老師剛才說的我 其實 我覺得我的 人生的經驗 歷練還不夠 所以我覺得我要先 累積一點 我覺得這需要 時間去發酵 這樣才可以讓我的 目標越來越清楚 然後 確確的知道我 到底想要什麼 但是我 雖然說 前面的目標 還不是非常的 清晰 但我很確信的是 一點 我想要把 我想做的東西 做得越大越好 我可不可以請你具體的講 五件事情 假設 我是阿拉丁的神燈裡面的精靈 可以幫助實現你五個心願 你要的五樣東西 可以是錢 可以是 工作 可以是 郭學福 講五樣 好 講五樣 其實我覺得 我不需要五樣 我只需要一樣 你只需要一樣 對 你只需要阿拉丁的神燈 就這樣 好聰明啊 好 那一樣是什麼 我希望可以做我自己 你怎麼講得最難的一樣 對 就把我做比較 比較 好棒 好 那我們也請韻智 韻智呼應一下 這可愛的21歲同學的問題 您的名字好像叫彭承 是 彭承萬里的彭承 是 彭鷹 真好 那個 如同他的開場 不用叫我韻智老師 叫我韻智哥哥就可以了 哥哥好 特別人家穿這件T恤 那個 剛剛他問的問題是 上下文 我聽起來是這樣 是說 看起來我很幽默 其實我練了10 我練了35年了 那 可是幽默可以激勵自己 如果一個人沒有幽默感 怎麼激勵自己 有沒有其他方法 你是這樣問的嘛對不對 嗯 對吧 或不只幽默方面 各方面比如說 今天我手上很多提溫單的問題 就是說 在我們在追求或巡弱的過程中 常會有很多挫折啦 跌倒啦 當我們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激勵自己 再爬起來呢 那我有許多激勵自己的方法 我一一跟您分享 第一個當然是很簡單的 剛剛已經提過了 因為我覺得你坐在他們兩個之間 有點打擾他們 你要不要跟他換一下位子 讓彭承坐過來 好 來彭承你坐到韻智哥哥旁邊 他一一跟你分享 本來這樣子還可以看 但是現在是 OK 那我嚴肅一點 因為他的年紀你二分之一 好 那個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 先知道生來反正無一物 就是剛才之前已經提過的 Nothing to lose 因為一般我們都對自己期望太高 可是事實上根本就不需要 那再來我們也知道 失敗的底線在哪裡 因為失敗不過就是 例如說明天這個業務拿不到也不會死 既然死都沒有 就死是最恐怖的 不會死就沒有差 所以剩下做的事都還好 那還好就能做 能做就有機會 那其中其實 自己會很恐懼很害怕的 最主要原因大部分是無知 無知或者說是不知 那無知跟不知只有一線之隔 一個是可以克服 一個是不能克服 無知他通常不克服 那知道自己不知道 你就可以透過很多方法 去把自己填補起來 例如說去Google也好 去學習 去看書 去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知道了通常就有 只要知道方向 只要知道了通常就不會有 就無法 就遇到挫折會有問題 反正你讀了之後 反正會失敗 那失敗了之後 反正下次可能會成功 這樣就會不斷的激勵 那當然另外一個 從人格特質來講 我們要分享自己的熱情跟愛 對不對 那其實熱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 愛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 那可是愛齁 就喜歡的就會愛 例如說喜歡吃餅乾 那就去賣餅乾 可能是一個好方法 那我覺得 再具體一點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我在大學的確做過這個事 因為我從 我是雲林縣的高中畢業的 胡偉高中 順便在這個公開場合跟大家描述 全台灣有這麼一個高中 那我進到台大之後 等於是在精英中去學習 其實前三年都蠻糟的蠻慘的 相信各位念台大的或多或少 只要你不是前五名都有這個感覺 就旁邊厲害的人太多了 後來我發明了一招是 在小的地方去獲得成功 就是激勵自己的方法是這樣 如果你一開始挑戰一個很大的東西 例如說我要是舉個例 搬上第一名 這件事超困難的 那你不如是什麼 滑 就去溜子排輪第一名 就是在比較小的地方 去獲得成功 然後用這個成功去累積下一個成功 其實成功有兩個重點 就是喔 第一個是怎麼樣會成功 通常邏輯很簡單 就是努力加什麼練習加什麼就會成功 那只是念書你通常念不夠 然後就看著他就說我為什麼贏不過他 其實你從來不知道成功的方法 所以小地方成功 例如說像我大師是滑板社社長 真的啊 因為滑板社只有一個人 但是我在這個地方已經獲得成功 我很滿足 就是說齁 這斋本橋剛才講的 想當老闆很簡單 花十萬塊註冊就好 所以step by step 我覺得小的成功 激勵自己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做任何你會成功的事 任何 像我現在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成功的事 我還蠻會做 饅頭 這個 或者麵包的 我還真的蠻會的 我基本上可以開麵包店等級 我認為啦 所以在這種地方你成功 你就會覺得你在工作上 或在任何你想做什麼 在工作上都會成功 嗯 最後一個就是齁 其實我覺得 還有一個方法 激勵自己的好方法 就是你要想像未來的你 依我現在看的話 我來幫你看 我覺得你未來可以去做演員 因為你還蠻帥的 站起來 來這個彭晨站起來 蠻帥氣的 好 我請你坐在易如旁邊 因為他可以帶你進入這個圈子 好 所以他可以做演員 就是 如果你想像你自己以後 就是在百老會上的 百老會舞台上面的一個什麼人 想像嘛 幻想 其實九把刀有一個故事 我真的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印象中 我看過這麼一個故事 就是他在成名之前 常常寫書嘛 他是屬於多產作家 然後沒有一本書賣 一本都沒有賣 寫了幾十本 然後可是他寫出來之後 每次都會跑到書店去看 說他排第幾名 然後永遠沒有在排行榜上 有一天他去的時候 他哥啊 偷偷先跑去 把他排到第一名 九把刀就走到前面去看 因為他哥就在旁邊準備錄影嘛 看這個人會怎麼樣 結果九把刀看了 就轉身了 就走了 他哥想說 欸 就是他的trick沒有成功 就追上去說 弟弟弟弟弟 你剛有看到你排行榜嗎 他說有啊 然後呢 我說 然後他哥就說 欸第一名欸 他說 本來就應該這樣啊 就是 這個故事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有冒犯之處就是 反正我看過這個故事 把酒把刀換成其他人都一樣 其實想像自己的未來 滿重要的就是 他本來就認為 他會在第一名 只是一直都沒有到而已 是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先想像 未來的自己 我覺得那是激勵自己最好的方法 以上 好 這個孕智講了幾點 從小的成功開始培養自己的自信 然後想想看 就算失敗的話也不會死嘛 我想彭承你代表著我們今天很多的朋友 可不可以請你再站起來一下 我想請那個 易如可不可以把麥克風交給這個彭承 彭承你站起來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練習 你覺得 現在在你這個人生之間 你有哪方面已經有一點消耗的成功 當然 在錢方面 在名方面 你可能沒有辦法跟我們台湯其他這些貴賓比 但我相信 一定在某一個領域 你其實跟他們一樣成功 甚至比他們還成功 好 我想帶你以及所有的同學去做這樣一個練習 你現在21歲 你在台灣 你沒有錢 可是你在某一方面 其實已經很成功很幸福了 有沒有哪一點 來 有我的感受 謝謝 同時呢 我也請大家一起來思考 好不好 我覺得我今天還蠻幸運的 能夠在這個 這裡參加這個論壇 就算一個成功的開始 哇 你怎麼這麼會講話 才坐在陶韻智旁邊五分鐘 為什麼你覺得 來參加這個論壇 是一個成功的開始 因為我覺得 就像 陶哥哥剛剛講的 就是 是 疑惑是必然的 那 知道自己有這個疑惑 開始找答案 就是一個 不錯的開端 所以彭承 我請工作人員 幫你拍一張照 來 你現在站在這邊不要動 我們請工作人員幫你錄影 還有拍照 好 台上有六位 貴賓 每一個都比你年紀大 每一個都比你資深 每一個在世俗的層面上 都比你成功 可是你現在站在他們之間 你頂天立地 然後你很有自信的 把你的想法講出來 這不是成功 這是什麼 好 我們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記住這個感覺 我們之後會把照片 留給你做紀念 好 我們也謝謝這兩位同學 你先請坐 我們有另外一位同學 關於狗跟恐懼的問題 這個 哪一位比較另類 是耀輝 還是易如 還是本喬 本喬你前輩你先開個場吧 讓耀輝想一想 大家我請耀輝回答這個恐懼的問題 反正你就是要頂一下我的年齡就對了 那個 講到恐懼 剛好我昨天看了一部電影 那我不要幫他做廣告 所以不講片名 我有興趣的人 自己去找 這會是哪一部電影 他裡面就是說 這個主角面對恐懼 第一件事告訴自己說 這不是真的 然後 當然那個 因為戲裡面的真的是幻覺 但是呢 當你面對一件事情 你怕它的時候 我要克服它的方法 第一個你先客觀想 這件事情到底 讓你怕的是什麼 它壞在哪裡 然後 整 你的整個人生最壞 會變成什麼樣子 是被咬一口嗎 然後是 是被嚇到嗎 是怎麼樣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再要想的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你能有這種客觀能力 就已經很不錯了 對不對 先把這個 恐懼排開 除非是那種性命交官 臨時發生的意外 不然的話 你面對這個恐懼的時候 你當然先冷靜下來想 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 然後 是不是自己能承受的 然後 好 就算你會被咬一口 你要想說 我怎麼把這危機化成轉機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去告這個狗的主人 然後我的創業基金就有了 對不對 這個做法我們來現場實驗一下好不好 現場有沒有人來 我願意跟我講你現在在怕什麼 不管是此時此刻 或是說最近這一個月 你在怕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後面那位你在怕什麼 來 我過來 大家把目光轉到後面 你看這位坐在倒數第二排 踴躍參與很好 來你叫什麼名字 今天起 我叫徐鼎智 然後我現在是念 台北科技大學的碩士班 你現在怕什麼 我現在常常會看到 就是自己在專業部分 可能是因為我是念機械 然後 對於一些會圖的可能天分上 會看到其他同學就是優於自己 對 好 好 很真實的恐懼啊 他可以告誰呢 我想他 老師沒教好嗎 OK 不過 基本上他怕的 就是說 並不是說 自己沒學好 他怕的是別人天分比他好 所以同樣努力下去 別人會比他好 而搶走他的機會 對不對 是 任何一個人一方面強 另外一方面就弱 不可能每一方面都比你強 如果每一方面都比你強 如果每一方面都比你強 好嗎 那他比你成功也是應該的 那今天你所要面對的這個機會 你覺得你這個工作機會 他全世界只有這麼一個機會嗎 不是啊 有很多機會啊 那比你厲害的人 他不可能全部通吃嘛 是 總要留一些給你 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 也就是說 也許別的同學 在這個領域比你強 可是你在另外一個領域 也許比他強 這樣的想法會對你有幫助嗎 有 有 非常大的幫助 不過 不過我剛剛講的 你回答這個問題 聽起來還是蠻怕的 不過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沒有那麼阿Q 就是說 你這邊贏我 我別地方贏你嘛 有一點小確信就好了 不是 我意思說 就算別人 每一方面都比你強 那又怎麼樣 他能夠把全世界所有好東西 全部通吃嗎 不行 今天 你說 郭台銘比起另外一個企業主 是不是每一方面都比他強 對啊 可是 鴻海生意重量那麼大 別人是不是還是可以做生意 還是可以啊 對不對 你 你不要求自己變成郭台銘嘛 你要求自己能夠做到一個可達成的目標 是 我要養活家人 我希望每年可以帶他們出去出國玩一趟 然後我希望我每天不必工作12個小時 然後每天至少有3個小時陪我的小孩 講點話了解他的成長 是 這個我能不能做得到 可以啊 我不必畫圖比別人強 我也可以做得到 是 所以重點 你要控制自己的前途很難 因為很多是掌握在別人手上 可是你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是比較容易的 是 那 有的時候你怕的那個東西 其實並不是你真正那麼需要的 我們掌聲給這同學鼓勵一下 而且你應該會比郭台銘活得更久 對不對 他還要70年啊 好 而且其實恐懼 你不一定說你要完全把它丟掉 恐懼是一種驅使你進步的動力 有時候你爬裡你就會去多充實自己 多吸收營養 那像你剛剛講到葡萄 我要講葡萄的另外一個面向就是 好的酒是從什麼樣的葡萄來的 那個土地不能澆水不能施肥 非常貧瘠的土地 所以這個葡萄要很努力的把根一直往下長 長到那個侏羅紀的那個地層裡面 然後葡萄的根可以長到20公尺深 對 而全世界最好的葡萄酒 是這種葡萄釀出來的 因為它充分地表達了這一塊地的風土 然後呢 它表達了它自己這種堅忍不拔 長出來的這個產品 而不是靠施肥交水這樣子堆出來的人造的產品 所以同樣今天真正成功的 你說物質匱乏其實很多是這樣 那物質匱乏是造成它不斷上進的動力 同樣的恐懼也是造成你不斷上進的動力 你怕邊滅一槍你就會努力充實自己 這很好啊 這不需要把這個恐懼丟掉 是 本橋這個臨門一角其實非常具有啟發性 因為人總是趨吉避凶的 我們總是希望把恐懼或是挫折 這些負面的東西給丟掉 去追求成功 去追求榮耀這些正面的東西 那當然是人的本性 可是呢 有時候你也不要把這些東西完全給丟掉 就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身體什麼細菌都沒有的話 那你慘了 你抵抗力非常非常弱 你會弱不禁風 不堪一擊的 所以這一點也送給這位同學 也給我們大家互相勉勵 好 來我們謝謝這位同學問的問題 也謝謝本橋 好 那這兩位同學我們也謝謝您 好 你們不用回座了 就坐在台上繼續享受今天 接下來就最後十分鐘的 好 然後彭承也謝謝你 最後十分鐘 好 大家非常多的提問單 我非常非常感謝 好 我們活動還有十分鐘 可能沒有辦法一一一的回覆了 但我想做一件事情 是我們去年沒有做過的 大概我想把大家這些提問單 貼在我們這位牆上 好 然後如果你願意的話 臨走前可以來看看 你會發現很奇妙的一點 就是你心中的恐懼 你心中的疑問 別人都有 所以如果我們同樣在恐懼一些事情 坦白講也沒什麼好怕了 當我們同樣都怕鬼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去看鬼片嘛 真的就不用害怕了對不對 好所以待會兒 我請工作人員幫我把這些問題貼在牆上 讓大家一起來分享 也讓今天下午來參加的朋友 或是講者能看到你們的聲音 好 不過在這所有的問題中 我想要抽出一題 好 讓我們所有的講者最後來回應 其實這一題 為什麼我選呢 因為他最根本 他問你們五位是怎麼樣找到自己的天賦的 怎麼樣找到自己的熱情的 然後怎麼樣確定這是你們 醫生想要走的路 五位都已經走過一些路了 但看看我們台下這些年輕的同學 他們這麼渴望 他們這麼熱情 他們把他們星期天早上保過的時間來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尋路 尋路的第一點就是要去尋找哪一個方向 也就是他們的天賦與熱情 最後我想要請五位針對這個問題 給大家一些建議和啟發 耀輝就從你開始 其實我剛才在想一個問題 而且其實我剛才第一位上來的女同學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才沒有回答到她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離開舒適圈的這個問題 然後我想結合文華兄這邊講的一些東西 做一個介紹 我自己的用的一些方法 那這邊我是比較理性的一個人 我自己也會面對恐懼 而且我也很怕狗 那當然很怕狗的時候 當然遠離狗是一種方法 但是怎麼樣去面對牠呢 又是另外一種心態 那這邊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一些工具 我剛才稍微想了一個三點 就是說 特別你面對恐懼是因為未知 你沒辦法做決定 那這個時候 你應該怎麼樣去做抉擇 剛才那位同學 以及離開舒適圈這一棟 我統一來想一下就是 我覺得首先幾個工具 第一個就是要有機會成本的概念 人生是固定的 大家時間是一樣的 這是公平的 你選擇這個 你可能就會浪費掉另外一件 這個機會成本的事情 這個東西必須要有一個trade off 也就是說你先要有意識 你選這個東西的時候 上市的東西你是否可以承擔 你願意為此而犧牲掉 所以沒有一樣選擇是實權實美的 大家都是公平的 有一種東西叫做年紀 年紀也是你可以不勞而獲的一種東西 所以其實當你年輕的時候 你有更多的資本的時候 其實你更應該更勇敢的去面對這個位置 你做出選擇 哪怕是失敗 這些東西它是一個淬煉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你先意識到 你有機會成本 OK 第一件其實機會成本 第二個你在做完選擇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的其他的誘惑 人是很貪心的 當你創業的時候 在工作的時候 你也會想 我想學這個 我想做這個 這個好像有商機 這個短期馬上給我獲利 對不對 這個誘惑是非常多 當我們面對這些誘惑的時候 怎麼樣去抵擋 怎麼樣去對我東西 其他的東西說不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用資源來衡量 雖然說大家說 我問我內心什麼 但是每個人內心真的是我突然想這個 想那個的時候 他都想要 都想要 但是你的資源 你的時間 你的精力 是有限的情況下 所以你用 你用來抵擋這些誘惑的東西 我覺得再更理性回歸到 我時間就這麼多 其他的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要選擇有所取捨 第三個的話是我覺得工具是停損 就是什麼叫停損呢 就是有一點像是 那個時候我在開始做創業 一開始我們可能 比如說以前的工 我們是拿自己的錢出來做公司的 那以前可能一年 比如說我做機會成本 我會預估 我一年可能可以賺個150萬 以前的那個薪水比較高 以前如果可以拿到這樣 那我如果一年不工作 我損失了這個東西 但是我在我的事業上做了努力 我可不可以去 你知道 cover掉這一部分 以及我如果 我現有的這個資金 可以讓我公司活得多久 我的burn rate是多快 我什麼時候 我公司必須結束 因為如果假設你沒有這個停損的概念 你會永遠無止境的耗下去 其實這個停損的概念是幫助你的家人 幫助你周遭的人去更好的去相信你 因為你要說服他 你要離開一個舒適圈去做這個事情 人家會認為你是瘋了 你不理性 但是你把停損的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 我那時候跟我父母說 我就三年 這三年的時候 我就會好好努力做我這個事情 但如果三年沒辦法的話 我會認命 我就不是這塊料了 我會回去再找一個更好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這邊的投入 我這三年不會白費 我到另外一個工作的崗位的時候 我會有更好的一個發展點 所以把第一個 機會成本的東西考進去 誘惑的東西你學會的抵擋 用資源的部分的限制來抵擋 最後你要為自己 為自己人生 設上一個好的一個停損點 如果這停損點 你沒有設定好 你會撩下去 就跟你在玩股票 投入任何事情一樣 人家會覺得你已經 失去你的理性的時候 其他人很難去幫你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理解你所做的事情 那你要對自己負責的同時 你要對你的周遭的近人負責 你有停損的東西會幫助到他們 更相信你幫你 是 來 我們掌聲謝謝耀惠 怎麼樣尋找自己的天賦呢 耀惠剛才提供給我們一些方法 就想想看 也許給自己一段時間 不管是三個月或三年 你自己上去試試看 然後第二點就是思考 如果你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他是不是有些你真愛的東西 會因此而必須強迫放棄 這所謂的機會成本 你能不能夠忍受這個機會成本 第三個就是每個人在最後天賦過程中 都有太多太多其他的誘惑 你要去在這條路上分清楚 到底哪一些虛幻的誘惑 哪些才是你真正的熱情 這個給我們大家做參考 例如我也可不可以請你聊一聊 怎麼樣去找到自己真正的天賦 真正的熱情 以及為這兩件事情培養適當的能力 我相信從小到大大家不管是在經歷一些什麼事情 或在問自己的內心的時候 當你接觸到一些事情 你會發現當你有感覺的時候 其實你心裡是會產生一種共振的 你可能心跳會加速 你可能眼睛會變亮 你可能笑容會忍不住就是展開來 或者是你會有一個從心而出來的一種很深的滿足感 我相信這些感受都是一個指標 象徵著你的天賦或熱情或興趣所在 而我覺得當然你也可以去分辨 有什麼事情是你會不斷想去看的 不斷想去探索的 不斷想去接觸的 那個東西也可能是你的興趣天賦 或者是你心裡的想望 那當然也有一些時候 你會發現你自己的興趣跟熱情 可能是你會發現你有一些部分 比別人很輕易的就拿到了分 就像你知道你有些在有一些部分上 你很容易獲得一些小成功 那個也可能是你的天賦所在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點是你可以去感受 你的心裡的或者是你有一些什麼事情 是你天生有的一些能量 都可以去做感受跟做結合 那另外呢我覺得呢 等你越來越感受到了你喜歡的那個東西之後 再來重要的就是堅持了 我想分享一個李國修老師的小故事 李國修老師呢他在高中的時候是他第一次踏上舞台 那個時候呢他的學長呢跟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 國修你一招踏上舞台 你必永遠愛上他 而後來呢國修老師把這句話記住 並且呢他創立了屏風表演班 然後一直到他去年走前的最後一刻 他都在做他堅持的事就是編導演 但是呢當初跟他講這句話的學長 早就不知道在哪裡了 早就已經離開這個圈子了 所以呢就像剛才那位同學說的 你可能覺得你身邊有一些人的能力比你好 但是有時候真的到最後成功的那個人 並不是現在比你好的 而是那個堅持到最後的人 所以繳出你們的喜歡的事情 然後堅持下去加油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易如 在這麼多人面前 講出你的天賦跟熱情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好 有沒有哪一位同學 我現在走過去 有沒有哪一位願意跟我做這個實驗的 那件事情是什麼 讓全世界聽到 來 我們掌聲給這同學鼓勵一下好不好 你看他克服了多少心中的狗 才敢站起來跟大家分享他的熱情 大家好 我是讀淡江大學氣管系的學生 那如果剛提到的說就是會 讓你心跳加速的話 像現在的這個狀況 心跳就會讓你一直加速 但是我想克服的是 因為我平常就是可能在學校有接活動 或是在各個活動場合有在練習 跟面對人群 對 然後或是跟大家講解一些事情的部分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 有一種成就感 然後能夠讓你能夠幫助到別人 那也能夠成就到自己 那這是我想面對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喜歡跟大家溝通 喜歡跟大家演講 然後做這件事情 讓你心跳加速非常非常的愉快 對 好 各位請看一下 我們未來的立法委員或是總統 掌聲給大家鼓勵一下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跟我們分享你的熱情 謝謝一如 用這個很簡單的方法 帶領我們所有年輕朋友去思考一下 他們未來的天賦跟熱情是什麼 找到熱情找到天賦的方法 OK 好 然後我想先講一下 我覺得我不敢說我現在已經找到 就是跟幾位前輩們的比較 我覺得我可能 因為我真的是我現在才 就是還正在尋我自己的熱情跟 就是還有剛提到天賦 但我只能分享說我自己用的方式是什麼 但我第一個必須以一個剛畢業出來的 這樣子一個身份 我必須 我自己覺得 我並不覺得找到熱情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它其實非常非常的難 我不希望給大家一個觀念說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心中的熱情 然後看那些成功人士 從小就已經找到了 所以他未來很成功這樣子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非常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 就是說 要找到一個自己非常 truly passion 而且喜歡的事情很難 可是有件事情比較簡單 找到你不喜歡做的事情 你可以用三句法 就是說 你這個會相對來講比較容易 那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 想要先跟大家溝通的一個concept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難事 大家不要真的覺得它是take it for granted 但是我 當然不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不去找嘛 所以我想share幾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方式 那我自己怎麼樣去apply這樣的一個methodology 然後最後我的result 那個有一本 有兩本書想推給大家看 是如果你今天對star很有興趣 或是你對互聯網很有興趣的書 第一本是那個linkin的創辦人 他寫的叫做人生版 人生是永遠測試版2.0 對那是前陣子台灣就已經有上市了 他其實裡面一直在提一個概念 叫做beta version OS beta 大家知道beta嗎 對 就你網站剛出來的時候可能還有現一個測試版 他講什麼叫測試版 因為網路工作今天如果我要讓我的product到完善之後 我才go to market 那太久了 所以我就必須 在一開始我做了1.0 2.0 我就先去試試看 我看這個結果怎麼樣 它是一個trying and error的一個process OK 那我再講 再加第二個那個 第二個觀點 另外一本書叫link startup 他其實在講這件事情 創業要成功 你一定要不斷的trying and error 你要一直去做pilot 你要一直做test 然後從中你會學到一些關鍵 好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因為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如果要與其去找我們喜歡做的事情 不如我先去identify 什麼是我不喜歡的 你怎麼樣可以去找到你不喜歡 就是你一直不斷的試 我自己本身大學 我因為真的不曉得我喜歡什麼 跟不喜歡什麼 我做了八份實習 我覺得這個紀錄目前 我看就是我同輩來講 很少人做到這件事情 我不是坐在我的教室裡面去想 我到底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我想到說我今天對sales有興趣 我就去做一個sales的intern 我對marketing有興趣 我做marketing的intern 我對可能consulting 或是我對其他有興趣 我就去做那個實習 因為我做了 我就是有做了那個test 我就有那個beta version 我就知道 喔 原來這不是我喜歡 我回來修正 好 我再去試一次 我又回來修正 以此類推 那我只能說我最近這個process 我這個beta 可能現在5.0 的一個狀況是 我發現我有一種 蠻特別的能力 不是超能力啦 就是我有一種能力 是我朋友都跟我發現 就是我蠻能夠跟人去connect 我首先人跟connect 不是那種去外面party 跟人家social那種connect 是我今天認識的一個人 我可以馬上的 從我的頭腦裡面的數據庫去找到說 這個人我可能幫他介紹誰 之後中間會有value的產生 我對人的connection我非常的passion 而且這是我的一個能力 那我前陣子也才破了一個紀錄 就是我朋友講說 我很多朋友他們的facebook 除了正妹的facebook以外 我是第一個 他們看到好友是我5000個的 對 我現在目前好友是5000個 但是不是就是你知道 不是亂家那種東西 對 那我也不是正妹很obvious 對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我發現 這個是我一種能力 但是 他其實也開始contribute我的工作 他其實也是可以去協助我 所以 我只能說我最近beta5.0 我發現我這方面的能力蠻強的 而且我很認真的去經營 我也透過這能力去 可以讓其他作為我朋友裡面 也都產生價值 對 好 我們謝謝何傑 何傑講的兩點也非常好 第一個就是 把你的人生當作一個測試版吧 就像他大學一樣 去做過七個實習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用刪去法 來謝謝何傑這麼實用 幫我們介紹兩本書 讓同學可以找到你們的未來 一個就是 人生是永遠的測試版 這是LinkedIn的創辦人 所寫的另外一個就是 精始創業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兩本書 其實講到這 我順便給大家介紹一本 創業很好的第三本書 叫創業教我的無十件事 這作者我也非常非常的尊敬他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 今天最後了 這個要把傑爾宇的工作 交給韻智跟本喬 來韻智 來 這個怎麼樣找到自己的天賦呢 最後讓這些同學 有一些啟發吧 其實我還不太確定 我有什麼天賦 不過剛剛前面的說法 中都其實跟我即便活到這麼老 都不謀而合 所以有點像白火了 那既然是以結語的角度來描述的話 不如我來描述個 我們一般人都常做錯的事吧 就是如果你要去一個國家 你第一次去沒去過 例如俄羅斯五天的話 你去過俄羅斯你就想其他地方 例如說肯亞好了 總而言之你就是沒去過那個地方 你要去五天 你會花多少時間做規劃 通常是我估計一個月 因為包括機票呀 了解當地去哪兒玩 去哪兒吃 然後種種的行錢準備 哪個地方好 不知道那就Google Google上沒有 那就看別人部落格 沒有的話再沒有就看書等等 我們會做很多的事 只是為了那五天 你會做一個月的上班時間 或念書的時候也沒再好好做事 都在做這個的準備 可是我們最常做錯的一件事就是 面對未來的十年 通常你連一天都不會花 去規劃所謂的 這些裡面不知道的事情 未來的十年中 有許許多多不知道的事情 不管是求學的 到底要求到博士好呢 工作到底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好呢 當在問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通常的情況是 就是譬如說是坐在教室裡面想 那可是如果你說去俄羅斯 你不知道怎麼去的話 你會出去問人家 但是你卻對於未來十年 不去問人家 不去體驗 不去做必要的功課 沒有花足夠多的時間 去不管是閱讀或者是體驗 那所以就是我想找到天賦 找到熱情的方法有很多種 但是我想這裡面 如果綜合剛剛的幾個說法的話 我想把它看成 因為人生不過就是一場旅程 把它看成是一個未知的旅程的方法 你會的 你知道怎麼準備這件事 的方式去準備你的人生 不知道的就去把它學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來 我們掌聲謝謝韻智 非常非常實用的一個建議 韻智我也想 待會來實驗一下這個方法 帶我馬上就要去吃飯了 我想邀請各位跟我做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有提問單 或是帶我們工作人員給大家一些白紙 也許在吃飯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規劃一下你的未來 把你想要做的事情 以及你想要相關的計劃寫下來 然後待會兒我們下午開場之間 我幫你貼在這個面板 右邊的地方 所以左邊我會貼大家 剛才的問題 右邊我會貼大家對未來的規劃 然後也許今天結束之後 我們把這塊板子收集起來 會看到了台灣未來的藍圖 所以我也呼應大家 待會兒真正去使用一下 運製的這個做法 然後我們看看下午 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好不好 好 那今天我們最後一位講者 好 是蔡本喬 蔡本喬 我們也想最後請你 幫我們談談天賦 談談熱情 也對我們今天這整個早上的討論 做一個結論 這個文化已經看穿我的天賦 怎麼就愛講話了 所以這個時間到了 把我放在最後面 我才不能講太多這樣 那其實你不一定只有一個天賦 你不一定只對一件事情有熱情 然後生活中有很多的機會 那我自己呢 我是走上電腦這一條路 那當然我對電腦喜歡 然後我有一些能力 可是一開始是怎麼會開始的呢 因為我在家裡排行老妖 然後兩個哥哥 然後我又跳級一年 同學年紀都比我大 所以我講話沒有人聽 那大家都是指使我做什麼 然後沒有人聽我的 那我發現電腦會聽我的 我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所以我就很喜歡他 那我以前說電腦其實就像交女朋友一樣 就是你懂得怎麼對他說話 他就會對你很好 那當然也許我後來發現 其實我還有其他方面的才能 那可是呢 這個剛好有這個機會我掌握到電腦 然後我學了它 然後它變成我一個謀生技能 那所以現在回頭看 對其實我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並不是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我進了Google之後 我很少寫程式 雖然說我是軟體工程師進去 我前面我可以一年寫一萬行 然後進去 從進Google到現在十年 十一年了 我總共大概寫了兩千行程式而已 沒多少 那我整個能力 後來又轉了一個方向 所以其實你不一定說一定要堅持 就是我現在要找到我自己的熱情 我能力在哪裡 你可以有很多件事情 那有熱情的事情 你就去做做看 我剛剛講的就是你去嘗試看看 那不要隨便放棄機會 那當然你也會面對很多選擇 像今天大公司要找你去 又是適合你的特性的這種事情 可是你要想的是 今天我真的有這個能力的話 別人還會再來找我 假如今天只是僥倖被我碰到這個機會 如果我不抓住就沒了的話呢 那我真的進去 說不定也很快被刷掉 所以不要擔心說 錯過機會 你真的把自己的能力培養好了 機會多的是 重點是你能不能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機會 那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就是你的經驗的累積 甚至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說我這一輩子來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個我還差兩年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 我還沒到 所以我可能要過兩年才知道 我到底上天是要我幹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 任何一個機會我都去了解它 我去做功課 我去準備 但是我不一定真的去跳進去 最後我做一個評估 看我要不要跳進去 那所以我想就是這幾點 充實自己 不要放過機會 充分準備 然後不要擔心錯過機會 因為機會還會再來 好我們掌聲謝謝本橋 我們也謝謝其他幾位貴賓 我們也謝謝其他幾位貴賓 易如 彭成 韻智 本橋 耀輝 何傑 還有這位高中的同學 我們剛才沒有問你的名字 你的大名是 何欣 何欣 各位看看這個場景 好 我們攝影師麻煩您拍這樣 這就是我們今天早上的寫照 好 Udm Talks它搭了一個平台 讓我們這個不同世代 但是關切的同樣問題的朋友 能夠有對話的機會 你在找你的天賦嗎 翟本橋也在找他的天賦 但是我們用不同世代 不同的語言 以及不同的經驗 就可以一起去找到 那待會兒中午休息的時間 但是因為剛才韻智提出 一個很好的建議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純粹的休息了 待會兒各位去工作 待會兒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工作人員在門口 發一張紙給大家 如果你願意參與這個活動的話 我非常感謝你 請你把你的天賦寫下來 以及把你的規劃寫下來 然後待會兒下午2點50 我們會繼續 然後我在開始之前 會把大家所有中午寫的東西 貼在舞台的右邊 那如果你早點回來的話 我也歡迎你看看 剛才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你會發現跟你不謀而合 謝謝大家今天早上參與 我們掌聲最後給彼此鼓勵一下 好嗎 好 我們2點50 同樣一個時間再見 謝謝大家 我相信大家 我們早 về 做什麼事 那就是我們 發動的話 我今天在約會兒 出來 沒有多久 我們妨礙